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YG的媒体报道 再这样下去,YG今年将彻底崩溃 根据报道,SN娱乐以ASPA的Supernova 在音源榜单上达成连续99天排名第一的记录 而JYP娱乐的D6在多个榜单上占据前列位置 Hype则展现了从出道10年的17到新人TOS的多支团队的全面活跃 相比之下,YG娱乐在2024年的音源榜单上缺乏亮眼的成绩 截至2024年11月,四大经纪公司中 只有YG娱乐未能推出热门歌曲或专辑 照这样下去,2024年可能被视为YG娱乐的低谷之年 在韩国音源榜上,从1月到9月的冠军歌曲有 除此之外,NUJINS,LUSERAPIM,LICE,TOS等三大公司旗下歌手们 也有多首歌曲进入了前10名 而YG旗下的歌手中,表现相对较好的Baby Monster在5月的月榜中位列第12位 但相比今年出道的ILEE和TOS,以及去年出道的中小经纪公司出身Kiss of Life和QW12 在话题性方面,表现得也难说更出色 然而,音源成绩虽然非常不佳,但是专辑销量更是惨淡 在大型竞技公司中,只有YG没有百万销量的专辑 在YG的艺人中,TREASURE去年以正规第二张专辑达成百万销量 但之后已超过一年未发行新专辑 TREASURE在正规二级之前,发片的间隔相对较短 但是,随着YG总制作人杨杨斯的回归,节奏反而变慢了 今年5月,他们发表了数位单曲King Kong 但在美轮日榜的最高排名仅为713位 目前,YG的希望全部依托在Baby Monster身上 如果从专辑销量推测粉丝群规模的话 在出道一至两年的新人女团中,Baby Monster的专辑销量表现相对突出 他们于2024年4月发行的首张迷你专辑,出动销量达到约40万张 创下K-pop女团出道专辑出动销量的新记录 但是,尽管Baby Monster实力再好,再怎么努力 公司不安排打歌活动,不好好宣传专辑 YG洋洋色特有的神秘主义宣传方式等 让大部分的粉丝们都非常愤怒 甚至今天,粉丝们也送卡车到YG公司前示威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活动不多,没有给粉丝任何可以追星的内容 就只是在那里喊着MV突破几万次点击,专注于数字游戏 应该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反而造成了恶性循环 现在YG除了Black Pink以外,已经没有其他代表性团体了 后续的团体即使专辑卖得不错 但在大众人气上也没有什么存在感 YG还是坚持以前的方式,这也有一定的影响 让Baby Monster上音乐节目,积极参与活动吧 这么有钱力的孩子们被关着,真是让人着急 所以,对于这篇报道以及粉丝们送卡车示威 希望公司能多让Baby Monster活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即上次韩国娱乐圈业界人士票选2024最糟糕的人物之后 11月6号,该媒体公开了业界人士票选的2024年度最佳歌手排名 乐队T6在200位业界人士的投票中获得了59票 荣登2024年最佳歌手的一位 去年成员全员退伍后,T6宣布完全体活动 并于4月9月推出了两张专机,展现了稳定的上升趋势 如今T6已成为年末即将在高齿巨蛋举行演唱会的强者 也成为音乐榜上的强者 女团ESPA今年同样以59票荣登2024年最佳歌手榜首 她们透过歌曲Shoponova, Armageddon, Replayshe 展现了独特的风格,重工俘虏了大众的耳朵 获得最佳歌手可谓实至名贵 去年凭借年度歌手和年度歌曲 获得超人气的女进士 今年的影响力依然很强大 尽管前额朵代表米尼锦与嗨补之间的纠纷持续 女进士仍然接连推出 How Sweet, Popul Go, Super...歌曲 屡屡登上排行榜首位 并在此次调查中获得了40票 拿下了2024年度歌手的第三名 持续稳定成长的男团Seventy 歌手爱余汉一牛 今年歌获得13票并列第四位 这三组艺人今年都在首尔世界 被竞技场举行了演唱会 吸引了众多观众 并且获得了非常高且相同的票数 可以看出 这三组艺人并非短暂的流行现象 而是长期稳定地收到了粉丝们的血案 紧随其后的是 莱子汉且如贝斯文 歌获得4票 此外迎来出道30周年的 在军队服彬役期间 依然被受关注的澎湯苏年代 以及 Yodhaidr The Boyz Estinori Heroes Playbo ATG Kiss of Life Aibu 也在2024年度歌手调查中获得了票数 业界的意见也差不多啊 我今年也感受到的就是Azpa和Day6 哇 提到年度歌手的话 女生我想到Azpa 男生就想到Day6 结果刚好打成评声 Azpa Day6女子死都很有好感 结果都在前排 看来大家的眼光都差不多呢 那么 看影片的大家觉得 2024年度的最佳歌手是谁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